来 什么事啊 谁啊 主任是我 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这个啤酒节 我 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你们 但是你们随意 随意 随意是什么呀 你别走 那有个东西了 今天先不弄了 你先走吧 咱们飞飞 谢谢啊 你别走 你进来 我就没看见了 你进来 我又有事儿打 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关系 你 你 别吵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不行 我 我帮你板着你的脚 来 请我来出行吗 你看 你这是干吗呀 纹身啊 纹身 你 这四个字 你这四个字也太难看了吧 我也觉得很难看 所以我让他走了 那你这么大人 为什么非想要纹身啊 还不是拜你所赐 任凭情感做了一回决定 不怎么样 我又没让你闹精忠报国 你为什么要闹这四个字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岳飞 我就让我妈想给我背上画这个字 我妈不给我画 后来我哥让他画他就给他画 我心里一直很记住 长大了弥补一下童年的缺失 有什么不好 特别好 我估计岳飞看你这四个字 能七的八万份都吐出来 跟你一样 做事从来不计后果 别叫了 我 我想叫你 去啤酒节呢 我看你现在这样 应该已经喝打了 那 开门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们 你们 继续 你们继续 我走了 没事 别啊 你 走 走 你自己喝酒吧 祖祖的 还说呢 那死老外 我跟他解释了好多遍 他非觉得我 我跟你 是那个关系 他说他不想当电灯跑 就不来了 他真是多操心了 咱俩是绝对不可能的 等你转正了 我就是你上司 你这个人说话吧 老有另外一层意思 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说的是说 我不会被踢出高翻院了 但是我要是顺着你这句话说呢 你肯定就有后半句等着我呢 是不是 这次没有 你别装了我还不知道你 你就说吧 我受得了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 高翻院也需要脸皮厚的人 我脸皮厚 我还脸皮厚 我只是一个正常人 我在叙说我的要求好吗 有些人倒是脸皮薄呢 脸人家这么多年都不敢说 但是作为朋友 或者未来的同事 我觉得啊 我有必要告诉你 你不能做什么事 都那么要求完美 你不能一直那么端着 你要放松一点 有些东西要懂得变通 变通了以后 事情都解决了呀 所以说好饭都怕完 也不能把自己饿死了 对吧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起码有一点说对了 作为朋友 真的 你把我当朋友啊 见过我喝醉酒失态的人不懂 如果我们不做朋友 那我只能灭你口味 在一起 来吧 来吧 有些中国人还在下方 有啊 真的假的呀 现在还有人闻京中报国吗 复古 走吧 谢谢 谢谢 张 你要不要洗 来 那有了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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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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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的吗 我来 来 早晚我们要拍一个脸上的热闹 现在我会拍一个脸上的热闹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民间传说 接下来我来讲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家境不好 一直靠勤工俭学上大学 记得大一那会儿 我们学法语的同学 很多都自费出国 我家的努力做不到 我又很想看到外国风光 就去图书馆借了许多画册 看上面的画 莫奈 高庚 雷诺阿等等 我每次都能从他们的画里 看到不同的风景 一边期待将来有条件 能到他们画过的风景里去看一看 后来大二的时候 我真的得到机会 作为交换生去了瑞士 可让我惊喜的是 因为有了画里的风景 我更能体会真实的风景 给我不同的感受 其实我没有遗憾 而是应该感恩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不管怎么样 谢谢大家 祝愿大家在好的风景背后 有好的心情 欢迎你们能再来中国 我希望你再见到中国 谢谢你 陈嘉阳 谢谢你 陈嘉阳 帮哥修 李选宽 谢谢你 谢谢你 请客 谢谢你 谢谢你 对了 叫肥也是个有趣的游戏 我是他上司 拜拜 也不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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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了我一名 真的谢谢你 我会非常想你的 我们的未来 在我的国家 整年有帮子发过来 你也尝尝 程 你生病了吗 要吃药 好 好 我 我的礼物在哪儿 礼物都送完了 这个可以送给我吗 你喜欢这个 对啊 好呀 希望你以后会经常想起我 谢谢 我有你的地址 回家自信给你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每次都是这么十八相送 迟早会扩展 我尽量给柯然留下好印象 下次有这种活还找我 还想有下次 我要不是这次看你 实习工资未扣得差不多了 我会帮你找这种活 有什么时候这么会关心人了 前三百页的单词都没问题 可以随便考 这种活动 是吗 转正考试的时候就知道了 查工资啊 谢谢 这是你这几天的测误汇总 有这么多错误吗 有这么多错误吗 太多了吧 这个不算 我当时在说这个的时候 被水呛到了 那就终一下子也被呛到了 这次算错误了 简直入爆了我 其实也没那么差 不是 你看我错的这些 好多都是特别基础的东西 是不是我在语法 还有句子的使用上 特别不地道啊 那我这次考不上了怎么办 去法国文化中心报一个考一班 对你会非常有帮助 程主任 我绝对要为你证明 你是高翻院最有人性的老师 对 你突然看起来特别慈祥 我 为之前给你取的外号跟你道歉 他们之前还给你取过一个暗黑骑士 我 人魔是我在不认识你的时候 给你取的 你喜欢哪个 暗黑骑士 人魔吧 听起来比较有霸气 是吧 你这回的外快 刚好不够口语班的学费 反正的话 你还要让你帮助 你帮助 你找到我们的房子 不需要 行吗 好 泥 你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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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行吧 我自己想办法了 怎么样了 佳一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我明明看着我的钥匙包 跟钱包放在一起的呀 你的钱包 是不是放在腰包里 你看到了 我看到你的腰包送别人了 那钥匙应该在腰包里 恍然大悟 不 那怎么带呢 不住不住 宋军圈里中序别 不用送我了吧 我得知道你住哪儿 生意到处乱跑 你好 开一间最便宜的吧 今天只有一间大床房 三百五十八可以吗 可以 什么在 主任 你这样下去了 我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了 四百块钱 都在那签个字 小姐在你的卡七零六八 谢谢 你不用送了 我送你上去 别那么客气 谢谢少侠留步 少侠我们有权交服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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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要退房 你好 你不是刚刚才办你的录住吗 对啊 可是我刚刚有急事了 我房门都没开可以退全款吧 我看一下 那好吧 谢谢 师傅 咱们回刚才那个酒店 你好 我找一下七零路的乔小姐 乔小姐刚刚退房走了 走了 嗯 往哪儿走了 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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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算了吧 不是 і 我收到 Tiara 你这一 Kyk 现在显aban 有点 har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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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呢 网吧 包夜 我亏你想得出来 五十块钱 管吃管住还有沙发税 我税三百五十八的我折瘦 乔飞 你好歹是个法语翻译 谁规定法语翻译 不能在网吧包夜了 我高翻愿意没说 跟我走 今天你住在这儿 我回家吧 这下高翻愿思诚啊 这么有气啊 这里是企业捐助的 我和李雷韩妹妹都住在这儿 市区有个这么个地儿 我们敢翻译比较方便 什么企业这么有钱 这么支持翻译实验 问那么多干吗 住还是不住 住啊 这种档次才配得上 高贵冷艳的成果呀 我能参观一下 这么高档的地方吗 随便 怎么没有人 你这儿有这么多书啊 我可以给你办个借数卡吗 想看什么书就拿去吧 这么好 洗手间在外边 热水器应该打开就有热水 你早点休息 主任 谢谢 吹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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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放吗 完了 你帮带东西 闻老师 江阳在吗 他 他不在 他回家了 我刚从他家过来 伯母说他搬到公寓来住了 江阳喜欢喝我们公司的红酒 我搬了一箱过来 方便搬进去吗 方便方便 特别方便 快快 闻老师 我跟程主任 我们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 没事 我今天来其实想把这个给他 这个是我们公司和合作的酒业经销商 酒会的请柬 我就不进去了 把这个拿给他吧 回头你要有时间 你可以陪他来 我 我跟程主任没那么少 我先走了啊 程主任 怎么啦 你慢慢听我说 我觉得 刚才闻老师来了 他误会咱俩的关系了 你知道吗 是吗 是啊 我觉得你还是找机会 跟他解释一下吧 他看到我在你们家 他那个表情不太自然 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 那是因为他把我当弟弟了 不不不 你听我说 看到弟弟家有女人 不会是这个反应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呀 我觉得他 是对你有意思的 你们俩啊 现在就是有一层窗户 只没捅破呢 我跟你说这没事 你不就是觉得 他是你哥女朋友吗 他公平竞争了 反正他们也没结婚呢 你得对自己有自信 你知道吗 你听没听见我说呀 你给点反应行不行啊 你给点反应行不行啊 哈喽 喂 喂 哈喽 喂 喂 喂 你们睡着了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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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沾够可以的呀 我走楼梯 小飞 走啊 早啊 诚诚 走 我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女朋友啊 大门 这么高吗 我没你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 虽然我没看见脸长什么样吧 但是 身材好像挺不错的呀 是吗 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看看 好吧 我考虑考虑 小飞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背躺啊 早饭渣子掉 掉衣服上了 好了 下午有个会 直接跟我去资料室准备一下 对不起啊 我给你添麻烦了 原理啊 他这人最喜欢夸大气息 是没有太夸大气息 出差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你别说 乔菲的办法虽然有点怪 不过确实挺好用的 主任 那 你要的资料 我给你用便签分位好了 很好 去吧 这波招进来的 如果能有乔菲一半的素质 我们每天就不用忙得要死了 倒要像他这样的 咱们只能动了 吃了吧 听说这个灰黑开很久 还不管饭 谢谢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休息二十分钟再回来 好 我们现在休息二十分钟再回来 那我去趟洗手间 嗨 你累了 这你嗓子都哑了 给你拿点吃的 这又不吃嗓子了 你之所以嗓子哑了 就是因为你太疲倦了 你把这个吃了把这个喝了 五分钟血满阁 有这么神吗 你试试 如果您还要吃薄 是 护鲁诺马索 当初若是无感量 也会尽不一样 那么血腥大屠杀就会发生 国际社会的荣誉 也会被嘲弄 一边是军事干预引发的鼓道批评 另一边在外交级军事上 取得了成功却相对冷漠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十多个国家 在商讨帮助希比亚解释回来 对此 一些人不但没有危机货彩 反而匆忙挑剔 遇在此次成功中 寻到什么无耻的利益 他们一份原子某子虚乌有 准备跟假文件为一局 企图使人相信所有的干预行动 就是问是 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来 就是问有什么情况 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情况 对于消费力量 是什么情况 对于消费力量 而在消费力量 这就是消费力量 就算减少 有力量 因为消费力量 是非消费力量 最后的消费力量 就是消费力量 也就是消费力量 下什么药啊 我就是看他太累了 给他点兴奋剂 谁知道那东西那么利尿 他肠子还那么通顺 什么兴奋剂 给我也来点 你就算了 听说了吗 程佳洋有女朋友了 传得这么快 他跟你说的 那就是真的了 我是今天早上 听李雷在电梯里面说的 谁知道 不知道哪个女的那么倒霉 倒霉吗 你看程佳洋她 她人品也不错 家境也不错 都挺好的 除了脸臭一点 其 乔飞 你既然替她说话 你疯了 你肯定疯了 你不会得那个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了吗 是 对威胁你的人有好感 你别瞎说 别走 来 死 瞧肥 哥 电脑能借我用 开着呢 你今天怎么想你过来了 送礼 给我呀 快去 不不不 放这儿吧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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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这椰子 离怎么也被赶出去了 我是自己想出去住的 来 来 亲生的跟收养的 就是不一样 你看你 又来 喂 下来吧 吃饭 好 吃饭了 你打什么呢 不告诉你 还要给你尝点吗 不要了 好 慢慢吃啊 少了 冻块儿吃完了 我也有了 爸 妈跟我说您明天又会儿活 我特意准备了些长药 和几杯茶叶 妈 这儿给您 不是献阴气 老程干嘛呀 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 你平时总变着孩子回家 你看 回来又给人板着脸 喝苦呢 我喝白水就行了 非洲哪儿那个条件呢 到处拿着钢子泡茶喝 我爸不要 我要 好 好 这红大红桃啊 你最喜欢的茶了 不错 你给我收着 好 带雨风里去 好 好 你们都过来 回报 回报 回报你们最近工作的情况 佳鸣 从你开始 你也过来听一会儿 好的 最近做了一个预料项目 不太顺利 没了 说多了你也听不懂啊 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 好了 好了 我们换个话题行吗 家明 我给佳阳介绍了女朋友 她死活不见 这女孩真的特别棒 你有空你去见见 对啊 哥 帮帮弟弟 替我去相跟亲戚 你们当真是批乏市场呢 这事儿还带批乏的 不去 你胡闹什么呢 他跟小华的事还没解决呢 什么叫解决呀 你怎么还来封建那一套呢 送人入洞房 还包生儿子 不是奔着结婚去的恋爱 你不负责任 现如今恋爱分手 是很正常的事儿 那哪有一锤子的买卖呀 商业想法 行行行 我有商业想法嘛 跟你没法聊 佳明送你什么给我看看 跟你一样啊 也是茶叶啊 那就给我看看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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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的成人礼宜就是扫地出门 咱家的成人礼宜就是扫地出门 你当年出去的时候 妈不是也给你找了一个 跟咱们家差不多的房子吗 我很感激你妈 他是真拿我当自协儿子一样 你就是他儿子 我哥 可你爸不这么想啊 你才是继承他衣博的那个 要不然他当年也不会跑到学校 帮我的治愿给盖了 你现在当医生不是挺好的吗 就那么怕我宅着你们家吗 小明 站住 这什么意思 你问你妈借三十万 你的工作呢 工作那么多年 没有积蓄啊 你还好意思写这么个协议 你给我解释解释 甲方张教主 乙方高家明 甲方借给乙方三十万 乙方需旅行每周看望第三方 呈思源两次 这什么意思 爸 这个应该不是我哥的 是患者的吧 原来你们三个都知道 我成什么了 思源 你孩子没错 这东西是我写的 是我让佳明回来看你的 回来看我 一次一签 一签一次 我会有那么值钱吗 你给我走 我顾不起你 爸 思源 爸 那我先走了啊 我还是按照合同一周来两次 他看不看不 我不负责 你说你们父子俩真是 哥 哥 佳阳 你别去追了 佳阳 这东西完了我找人帮你搬吧 没事 我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还有 这个卡 明天给你哥哥送去 密码是他的生意 好 菲菲 你那法国团戴得怎么样啊 有没什么艳遇啊 没有 你这行不行啊 人家都是认识一个老外 弹一圈垮过脸 您这倒好 认人一拳一个没老招 管你是不是老外 没有喜欢的有什么可谈 我忘了交给人魔了 这个是什么 你别看 给我看一眼 这 这 这难得我认识 这不中难吗 这个 你没看错吧 这怎么能看错呢 他以前东东男朋友 后来生意做大了 就把东东给甩了 东东是谁啊 以前做模特的时候 这也是一朋友 那他们俩为什么分手 听说这男的脾气特臭 人还特别滑 扎男呗 哪天有空见一面 谁啊 骚扰希希 我发错了的 你跟你那个医生男朋友怎么样 你回来以后你联系他了吗 不怎么样 欲行故作 我担心再这么纵了些 我俩就真得慌了 我已经把他给约出来了 这次高低得说清楚 这么骚扰老娘算 怎么回事啊 我担心再宽章 完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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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大哥 你看看表现在几点 七点一刻 好 不是夜班啊 哥哥 我要是休息不好 我给人家多来一岛 你负责啊 妈给你的 密码是你的生日 你稍等我插一下 你还是人吗 钱不够还得让我 帮你退回去是吗 你要是愿意 你就替我跑一趟 这个啊 不用了 你妈呀 还给这个卡里面 多打了两万块钱 真大方 每次你这烂摊子 都得我帮你来收拾 你大爱无私就行了吧 不过这有些人啊 他天生就爱给别人擦屁股 你怪不得拉屎的 你以后有事找我 别老烦爸妈 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啊 不过你没钱找你没用 有完没完了你 你跟谁俩啊 你别动我 你帮我托我托我托我 你帮我托我托我 你帮我托我 你帮我托我 放手 你放手 你先放 你先放 我托我 你放不放我就 你 一二三一起放 一 二 三 你厉害了 张伟师 我的发型 我的发型 看哪里哥了 给我倒杯水 自个儿倒 就你这样还配当哥 我不用我脸也没受伤 我脸也没受伤 那还不是因为我手下留情 你 你说 你 你怎么能针箱子去手啊你 对呀 笑什么呀 我突然觉得 你特别像一个人 我像谁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人 让我一次次地 干擦屁股的活 还生不起气来 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是我那个 倒霉的实习生 主任 您还没给我布置加班任务呢 心情不好啊 没有 有一点 为什么 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都会无意地做很多 伤害别人的事情 然后被误解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你过分在意别人 忽略自己才会这样 你今天的状态不适合工作 回去吧 没有 没有 我 我消化能力很强的 我不会把自己的情绪 带到工作中来的 你放心 你看 你现在就在在意我忽略你 我不想回家 我看到你心情还会好一点 是吗 我就想 你一直以来都被那么多实习生 坚定地讨厌着 你还能活得这么自我 我有什么可抱怨的 你是在赞美我还是在祝福我 祝我永远是那个自以为是的 成家阳是吗 走吧 去哪儿啊 带你去个地方 好 什么机密文件啊 坐这儿 我请你看电影 好啊 咱们玩一个配音游戏 我配电影里所有的男生部分 你配女生部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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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来 从小君子里呢 让他帅儿 suchen leb死了 真的很难谢谢 怎么自己lett 她哭了 她看着她 在温暖的微风中 在温暖的阳光下 她看着她 她看着了你 那天的花 是我特意买给你的 走 好 活灵活性 简直就是罗密欧一柱 小明 你们俩认识啊 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何止认识啊 还好过那么一段呢 是吧 亲爱的 喂 怎么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 两个拥抱都不给我吗 你 勾搭上我弟弟了 哥 你放开这 你放开这 这在单位你干什么 怎么了 英雄救美是吧 巧了 当年我也是英雄 怎么现在成流氓了 乔飞 对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 误会 没有利用价值你就当我误会 我为了你 从心理学转到神外 为了你去瑞士深造 你呢 拿了我帮的钱就跟我分手 现在又缠着我弟弟 你是跟我家干上了怎么着 我没拿过你们家一分钱 我也没让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哥哥哥哥 你冷静一点 我觉得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咱们坐下来说开行不行 什么误会 哪有那么多误会 她就是个值人钱的女人 哥 哥 你放开人家 你放开人家 什么 你给我出去 那我当那你干什么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 你 你是不是傻呀 她就是需要钱 你需要钱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把我贬翻 是哪我 好像男人贱的 要跟人分手 就像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当初就是这样 装的可怜兮兮的样子 骗子 卫宜 我没骗过你 好 那我问你 我们是不是在一起谈恋爱 我们一直都只是朋友啊 朋友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那个时候就说过 我们不合适的 你记得吗 我说过的 你拿我妈钱的时候 可没觉得不合适 我没拿够你们家的钱 我去瑞士以后 你就是拿了我妈 给你的十万块钱 除非 我不计较钱 真的 我不计较钱 我只是看不起 有人利用感情来骗我 你到底爱不然了吗 我那个时候 我确实只答应过你 我说我们可以相处 试试看 但后来我发现 我们不合适 你自己也发现了 我们根本相处不来 小队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我是像那小朋友 但我现在解释不清楚 不是要怎么说 就别说 赶紧回去准备卡车 你的手怎么样了 在纪念包扎一下吧 怎么回事还没说完呢 你为这事毁了手职吗 现在在我单位 求你不要闹了行吗 走 走 走 就像一出落梦 在我面前 清晰地展开 这个梦 我以为醒了这么久 结果 还是在梦 走 你好 你好 你叫乔菲吧 请坐 有什么悬在心里 不开心吗 其实不太想说 我知道 但是你的老师和同学 说你已经郁郁寡欢一阵子了 还有严重的失眠是不是 和我说说吧 我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你可以信任我 不知道怎么说 这样吧 你随便拿这屋里的东西 拿几件代表你和你的家庭 这个屋里吗 对 随便 找一个吧 比如说 那个盆栽能代表你吗 不能 不能 那一定要找一件代表你的 就这个吧 这个代表你 嗯 那你的家庭呢 这个吧 你觉得漂亮吗 很有趣 你的描述 在你的自我认识中 你是一个背负重量的形象 甚至需要扮演成超级英雄 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我们再来看看你的家庭 你非常看重家庭 家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 对 但同时 家庭在你心目中又特别脆弱 特别易碎 需要你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呵护 甚至去维持保护对不对 不要急 有些人对心理咨询存在误区 认为就是解决问题 其实心理咨询更多的是为了疏导 有心理问题是正常的 你肯来咨询 就是迈出走向更健康的一步 我也知道说出来比较好 可是 也不要逼自己 记住 永远不要强迫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是有心理疾病 告诉自己 只是发生的事情多了 把心有些堵住了 心情好的时候 找信任的人聊一聊 我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的亲人 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你如果需要和愿意的话 可以和我聊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下次愿意的话 再来 真好看 来了 知道你们女孩喜欢 特意为你买 喝茶吧 不了 那你坐吧 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紧张 如果你不愿意说不开心的 我们可以随便聊聊 我妈妈 还有二十七天就做手术了 我已经连续一个月睡不好觉了 你失眠症状这么严重 你失眠症状这么严重 海绵状血管瘤 你听过吗 我知道 是神外的难题 医生说周围血管边界不明 所以我很担心手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 很重要的啊 对不起啊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他说风险率百分之六十 他正忙着做手术没空相谈 他的话呢 最多只是个建议 这样 你明天把你妈妈之前的 化验结果都带来 我的是约约她 手术最好让她做 她毕竟是这方面国内的专家 真的吗 我知道她特别难约 贾密 心理咨询医生 最关键的职业准则是什么 不能和患者发生感情联系 对不起 家敏 你知道的 结束一段咨询以后 如果在生活中和患者偶遇 我们应该当作不曾相识 这是专业操守 不能和患者有深入的接触 你不觉得 你和乔菲走得太近了吗 听神卫的同学说 你还为他介绍医生 是吗 周人 您不知道情况 其实啊 是为了他妈妈 这不合适 虽然你现在只是个实习医生 这样吧 我来帮乔菲 换一个心理咨询区 主任 我不同意换啊 我坚持要做完 乔菲这个疗场 家明 你还真得多吃点 你看你又瘦了 学习再忙 吃饭也得注意 还有家阳 您马上要去摩罗哥了 你吃不好睡不好的 我有多担心呢 你要去摩罗哥 待多久 一年到一年 你什么时候去英国 不去了 准备留在医院 不去了 剑桥大学流行病博士 很难申请的 我还是不想搞研究 国内病人多 对了 我要转到神外去 我还是想上手术台 一会儿留学搞研究 一会儿留下来做手术 一会儿补习心理 一会儿神外的 你这样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学医是你给我选的 不是我想要的 我是为你好 专业不能总换 对啊 对啊 家明 原来你不是喜欢心理学吗 我最喜欢的是翻译 能不能好好说话 这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 你总换专业 将来对你不利的 这次确定了 不会换了 你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反正身外也是医生 我做医生 你不就心满意足了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哥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弄手术 吃你的饭 神总哪天懂得不在 我话不谈 神总哪天开始 拥抱 变得为难 情人间的婉转 最为现实套套 心事敲断成为一种负担 谢谢大家 今天我还要感谢一个 对我至关重要的人 看起来 其实 促威 请上来 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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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es 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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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给了我温暖和希望 我 从来没有人 能够我这样的人 今天是我最高兴的影片 做我的女朋友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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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存在的意义 在那种情况下 她不可能当场拒绝你 我比你了解她 她当时只是害羞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需要一个人来告诉她 我了解到的乔飞 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她在感情上的犹豫 才给你这样的印象 她一定不是那种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你很了解她吗 我挺喜欢她的 对她来说 喜欢不是关键 钱才是 哥 你要是以前真的喜欢过乔飞 你对她应该有起码的尊重 我不尊重她吗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你女朋友背着你拿了钱跑了 许多年以后突然 你发现她跟你弟弟好了 你还能像我这么尊重她吗 你呀就是被家里灌得太好了 乔飞和你不一样 他是吃过苦的人 他为了证明他自己 比那些靠关系靠父母的人强 能做出什么来 你想都想不到 有一点我承认 他比其他人的韧性多强 韧性 韧性 这个词我都跟你好好解释解释 这个韧性啊 说好听了 叫坚强勇敢能屈能伸 说不好听了 就是看遍事态炎良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一边稳住我 一边跟你亲亲热热 杰克 就叫韧性 菲菲 菲菲 开门啊菲菲 家明 好 你想分手就好好给他个理由 别把人伤他 人不人鬼不鬼他 老师我们没在谈恋爱 好多人看着他跟你表白 我多事你自己跟他说 好多人 你没在谈恋爱 嘛 你自己有点 你别EpTV 你别吓我啊 你别吓我啊 你觉得我可怕了 所以你拖着我 我就是一朵玉当人 你起来好不好 你的病人需要你 你快点去上班吧 那你呢 你也是我的病人 我没准备好疼恋了 我好想你 谁是乔飞 不能下课再来吗 老师 你体验一下 我们是现实的 送不到要赔钱的 麻烦您签收一下 李总将 你看到了吗 哇塞 这些都是你说那 杏高那男的送给你的 不是 你就不会不要嘛 不行 他上次送了我一条项链 我没要他就直接给扔了 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攒着 一起给他送回去的 我要你呀我就从了 我怎么就遇不上 这么好的男人呢 我跟你说 刚刚你给我看那包特别贵 你干脆别还给他自己用吧 不行 要不你报警 你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啊 唉 我觉得再忍忍吧 反正他马上要回上海了 到时候我觉得不见面 对不见面说可能会好一些 你不是要去上海吗 你不是要去那边考研吗 唉 我都不知道我这许晗 能不能继续上啊 唉 那你怎么办啊 乔飞 你不开门的话我砸门啊 菲菲 怎么了 高佳铭来找我了 他又来找你了 他要是再来纠缠 你咱跟他拼了 他去高分院找我了 他都去院里找你了 那你赶紧跟你们院领导说呀 别让门子放他进来了 他是程建安的哥哥 不会吧 这么巧的事都有 不过这也能说得过去啊 我就觉得他俩哪一脸 怎么那么像呢 你说你喜欢的人 怎么都具有一股人渣的气质 一个自大狂一个狂 行行行行 你别 你别数到我了 你先帮我想想怎么办 我会烦死了 办法倒不是没有 但北地你能不能做到 什么样 就是无论怎么样 你都不能再大理高佳铭了 就算他生病 堕落 甚至死了都跟你没关系 能做到吗 不想伤害他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就伤害你自己吧 就知道跟你聊了也是这样 你去吧 能让我自己待会儿吗 烦死了 看看 要吃什么 我不饿 你点个吧 不饿也看看 这都到饭点儿了 菲菲 有些事情 必须要勇敢面对 不能总逃避 知道吗 是 吴嘉宜 菲菲 这件事情不能逃避 总要解决吧 给了个机会吧 好好聊啊 好 上次见面不太愉快 跟我道歉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欠我一个面对面的结束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高佳铭爱过的人 你总不希望 我这一辈子都纠缠在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得清清楚吧 佳铭 对不起 当时是因为我不够成熟 我一直只想着逃避 所以用了最不好的方式 笑话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以为我们很合适很默契 可你只想着逃避 我做错了什么 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我 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 特别矫情 那我不爱你 那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一直以为 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为了你妈妈的病 我选了神外去瑞士学习 看来是我错了 我给你添了太大负担 我们现在不要再说 这些以前的事情了 是我不好 如果我再果断一点 再坚决一点 别再瞻前顾后地 怕你受伤害 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现在唯一觉得受伤害的 不是分手 是你缺钱不跟我说 然后背着我去敲诈我养母 太卑鄙了 太让我开眼了 我 我不会解释我没做过的事情 别躲呀 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呢 你想躲我也没那么容易啊 我来的目的就是说清楚当年的事 不留遗憾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 如果 如果当时我没有当众向你表白 让你难堪 没有为你转专业 结局是不是不一样 我们别再说以前的事情了 没有任何意义 也对 没有意义 我这个人就这个臭毛病 什么事情都爱努力争取 显得特别急功近利 你喜欢的啊 是我弟弟那种 成家的正派公子 与世无章 就一切都送上门来了 是吧 要是你觉得讽刺 我能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话 你随意 我还得问你 你什么想法 不要说 你什么想法 你どうぞ 你要来 你我 你怎么贴 你还想吧 你说什么 你自己最好的 你怎么了 因为你都要更老 其实我会在我 你是不是 哪有 你怎么会有这个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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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这么迟来没意思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关键的要在隔壁的小区三号楼里 只要在那栋楼里 我可以多付中间费 如果要租到一楼 我付双倍 先生 您等着 不好意思 先生 暂时没有符合您要求的房源 这样吧 您留个联系方式 有消息我去通知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 这么巧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住这儿 你也住这儿 房子情况就这样 如果长租 物业费我来付 水电没相关费用 你承担 长租 你合同吧 不行 你不能住这儿 那太不巧了 我 我们都已经定了 是吧 姑娘 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这房又不是你家 你说对吧 你上班 我送你 不用了 等会儿我来听口 好嘞 是乔小姐订的车吗 是的 树挪死人工服 你别 你 帮你送的 你来干什么啊 师傅 开车吧 小梁给我吵架 师傅 这车是我订的 你别听他的 这车呀 我是下不去了 你要是想能耗呢 咱们就继续在这耗着 你们走不走 别耽误我做生意 走吧 走吧 别那么想去嘛 蹭车有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搬到 我们家对面来 你想纠缠到什么时候 说话要负责任 昨天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过去的往事一笔勾销 所以我有权利选择重新开始啊 我以前对你还有愧疚 我以前对你还有愧疚 现在只有厌恶 厌恶我 只喜欢高贵的程佳阳 你以为他对你是真感情吗 他只不过是习惯性地对人好而已 谁惨他就爱谁 要不然他怎么能暗恋文小华 暗恋这么多年 你别说了 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太好了 他马上就要外派了 那天看你们情真一切的样子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不好办 他要外派 你不知道 外派个三天五彩 然后升职 再找个外国女人结婚生孩子 连我都知道 我知道 他迟早要当外交官的 我是不是做了挑拨离间的坏人呀 都不是做的 今天乔飞会来吗 不知道啊 那您不去健康啊 我就不去了 我下午还有个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要考试了 你怎么还没来啊 我现在去接你啊 不用了 我送他来的 看来你又慢了 小飞 赶紧去考试 好好考啊 乔飞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平常同一道理 意味着一道理 西方的理念 足臭 кр any philosophy 他向一道理 辞许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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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玩 对准症好期待 没什么好期待的 只是比现在更苦更累 更高标准就是了 另外还有一好消息告诉你们 因为程主任的提议呢 你们这批实习生的要求 比前几些都高 怎么个高法 增加同传训练呗 你怎么回事 李主任 是转正以后都要做同传吗 不会吧 不是说会分同传和交传 两个方向吗 是 以前是这样 分到同传呢 还需要做交传 但分到交传呢 不一定需要做同传 但感谢你们的程主任吧 他提议同传交传两门报 同时向高分院提出 只要你们一转正 立马加强同传 全部进去家子特训 我的天 还让不然愉快地玩耍了 乔飞怎么了 情绪你都弱了 谁知道呢 参加外衣瑞士 救援回来就这样 谁认识你叨叨的 不就参加了 和警警官是救援吗 有那么了不起吗 这儿了 这儿了 考完了 考完了 你这实习生考得挺不错的 是吗 那人呢 已经走了 恭喜大家实习期顺利结束 今天可以休息了 结果会电话通知各位 并在网上公示 小飞 主任 跑这么快 怎么了 没考好啊 没有 正常发挥吧 那我就放心了 我看你掉这个脸 我以为你考砸了呢 我有点头疼 那赶紧回去休息吧 接下来 我就要主要训练你进同传乡了 有你收 真的要进同传乡 当然了 虽然在高帆院 交传比同传更重要 但是在我的教学理念里 你应该交传同传一起走 你反应快 记忆力友好 你应该把同传 作为你的主要特征 如果我进不了同传乡 你会很失望吗 不止失望 还很绝望呢 行了 别有那么大压力 这不有我在呢吗 再说了 你能不能转正还不一定呢 赶快回去休息吧 主人再见 小飞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谢谢主人 同声传译简称同传 也称同声翻译同步口译 通常是指议员 在不打断讲话者讲话的情况下 不间断地将内容口译给听众的 一种翻译方式 同声传译员通过专有的设备 提供计时的翻译 这种翻译方式 适用于大型的研讨会和国际会议 通常由两到三名议员轮换进行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同学们 进入同声传译的这个黑匣子 进行实地的体验 两个两个的进入 门关上 大家戴上耳麦 这是体验 速度很慢 难度也不高 每个人两分钟 乔飞啊 该你的 乔飞 乔飞 还是我手里有点心慌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要不 到学校医务室去看一下 嗯 还行吧 心上没问题 你具体的感觉是什么 一心慌我就接吧 在同窗箱里吗 你关上同窗箱的门就这样 又避恐惧症 你平时在电梯里也有这种状况吗 没有 那怎么会呢 你为什么会怕同窗箱呢 你怕同窗箱怎么当翻译啊 你别灰心 学习阶段是不会考同窗的 将来进了高翻院 专业西药才会考同窗 老师你好 高翻院分同窗和交窗吗 当然分 高翻院主要是交窗 一位收的是小一种研究生血液 同窗一般本科就直接实战了 怎么 你想主攻同窗吗 那可以只做交窗 不做同窗吗 有只做交窗的 不过都是很资深的了 同学 你到底报不报名啊 招考竞争很激烈的 你还挑肥解瘦啊 不管了 高翻院是我的梦想 先考进了再说 和达水 这个贴门口放啊 放柯定 回来啦 考到怎么样 惊心动魄啊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现在进去 要不 来我这坐会儿 我 爰 好 他憑什麼這麼對我呀 還去參加什麼電視裡的 相親節目 好了啊 為一個徐東不至於的 哎呀誰說王徐東了 人家說的是傲天 傲天又是哪一個呀 她是一個偶像演員 所以說很多事情 我不能跟你說 因為我們玩的是地下情 可是我這次是認真的 火藥死了 你別攔著我 我 我覺得你不會死的 你看你摔都是撿便宜的摔 貴的手機啊電視都還好好的 你別鬧了 我也挺累的 來 等一下 高曉明搬到對面去了 我知道還不都是因為你 就李菲得讓我們見面 才會變成現代劇 那個考試考得怎麼樣啊 喂 媽 菲菲啊 你考得怎麼樣 還可以 你放心吧 我也有空就回去看你 不用了 火車票挺貴的 別浪費錢啊 沒事的 怎麼了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啊 你這孩子 你怎麼皱媽呀 行了 不說了 你順利就行 我累了 我去午睡了啊 好 這你老公 你還沒有責任 其實是 你身上 別怎麼回事啊 你得責任 他還給你 但是你能責任 你一定責任 我 你也要責任 你也有個責任 实习生跟着喘一喘 你们就不要为了这个事 开玩笑了 我不希望部门之间的关系 弄得太复杂了 你来 把这个发一下 好 难得今天晚上没什么事 去我那儿上锅吧 好啊 咱俩一起啊 我就不去了 你们俩谈恋爱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我能看得上他 长得跟中学课本插话似的 说谁呢 插话好啊 明了 直接 那你真不去了啊 我也没进去 我真不去了 今天晚上有点事 咱们下次啊 我发现一怪现象 是吗 程佳洋从什么时候开始 嘴眉那么损了 开始帮我说话了 别误会 我说插话好 没说你好 听到没 没 你还来干吗呀 别再来找我了 夏洋 你怎么在这儿 你来得正好 省得我电话通知了 以后就叫阿姨啊 到这儿来给我做饭吧 我搬这儿来了 你走 娘 都在啊 你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啊 排着队来 菲菲找你的 听说你搞得谈点 你松手 关你什么事 你是我什么人哪 你出去 你什么事 我 你以为我没脾气呢 谁给你管的呀 你还进去吗 你还进去吗 喂 嘉洋 你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上次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没接 我最近高翻院的事特别多 我都没怎么看手机 没事 你什么时候来苏黎世 我还不知道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觉得挺好的 我在想 是要寄给你 还是等你来苏黎世的时候 我拿给你 那你寄给我吧 怎么了 你 最近不来了吗 是院里计划变了 我现在还都没有做好决定 到底要不要去呢 为什么要犹豫呢 这不是你一直所希望的吗 放心不下家里 我觉得有很多事 还没处理好 嘉洋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也不知道 这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怎么感觉 我跟恋爱好像没缘分 别瞎想 时候到了就一定会有的 好了你赶紧睡吧 书我寄给你 你就好好看 晚安 我喜欢 我喜欢 你 喜欢 你 我喜欢 你 你 我喜欢 你 你 我喜欢 你 那可以 顶ök洋他们应该已经走了 你出来什么 你好点了吗 我要是跟你说了 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 你说吧 反正我现在 瞧不起我自己呢 你说 就连像王旭东这种混蛋 都知道关心我 他傲天就不会吗 虽然我知道 傲天他是这样的人 可是我就是犯贱 我就是放不了他 你说我喜欢的男人 怎么都是这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呀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的 以前高霞明是这样 现在傲天也是这样 吴嘉宜 吴嘉宜 你说你这几天 都要死要活成这样 那傲天他拿眼皮子 夹过你一下吗 有吗 你还不面对现实呢 在现实面前人就得面对 你看我 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了 放弃程晓阳 高翻院 我这样的我就算转正 我也没办法同传 你说我多可笑 程江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那什么狗屁离强 我就是为了考而考 我把自己生活弄得一团糟 我还觉得自己锅 特别充实呢 可笑吧 菲菲 咱俩情况不一样 我呢 一直都想找一个 有钱的男朋友 可是最后我趁着 喜欢上的都是那种 有才又帅的 有才气又帅的男人 只会让人伤心难过 可是菲菲 你不一样啊 你烦恼的是事业 事业是不会抛弃你的 而且之前你 为了进高翻院 做了这么多努力 现在临门一脚 你不能放弃 你听我说 我现在是不能同船 我 我恐惧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你知道吗 我本来还抱着侥幸心 我觉得我可以进交船的 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面对程佳阳 如果她知道我不能同船 她会怎么想我 还有最糟糕的 你想听的就是我觉得 我喜欢上她了 都怪你 你老在我面前 什么人磨 人磨 人磨的 这能怪我吗 都怪程佳阳 她给你是美男纪 你说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怎么会喜欢她呢 我 说来说去 就是因为这程佳阳 走啊 我被骂不起 你骂不着她了 她已经被外派到瑞士了 而且你知道这消息 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我还是听高家明说的呢 你看我对于她来说 我根本什么都不是 自然是陰检